我去年听了杨老师和蔡老师讲的弟子规之后 才知道先母从小对我的家教 同弟子规的非常相近 先母于97年念佛往生后 往生时没有听他说佛来接引 用山桥方便又我入了佛门 一进佛门就遇到了师父讲的无量寿经讲记 每晚看到凌晨两点都无睡衣非常欢喜 从此说一个师父一步经一门深入 我今年42岁了 一当年你跟李老师学佛的态度 利用业余时间听经持戒念佛 修学已经七年了 人命无常 过土为粹 几年来深感 一面工作一面修佛 时间不够用 现在发行放下万元 用五年圣年时间不说话 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 先求自渡 二后堵他 以报私恩过恩 父母恩 众生恩 他说请问 我这样的根性 现在可否 这样修学 可以的 真正发心 一定会有成就 你今年42岁 年岁还不大 希望你能够跟杨老师联系 我相信他会帮助你